好,現在來到九月了 今天我們看看我九月收獲了什麼可愛的物品 如果我剛才收到的時候就已經戒開了 差點就忘記錄這個影片 我們現在再看看 我九月準備去旅行 所以這次買的東西有少少跟旅行有關 其實我覺得去旅行也要準備一些東西 就是要帶一些東西過去 而且我這次去得比較久 好,這個 這個就是去旅行會需要用到的東西 或者平時其實都需要用到的 因為它是一個 那些什麼 可以貼在手機上 當作是那些攝影霸手用的東西 因為其實現在用手機拍照已經很流行 我有時候工作上也是用手機拍的 因為快 加上手機拍照功能都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都可言大致上 先用著 還有鋪在社交媒體上用的就不用太多了 好,先說一下 它首先有這個圈 這個圈就是磁石圈 可以貼在手機上 它就可以貼在手機上 它可以貼在手機上 因為跟機上有一條 SB線 這個 我想要把它撕開 因為它現在已經貼在手機上 可以拿開它 這個才可以撕開 其實它白色這個位置就是雙面鑑紙 這個位置就是磁石圈 這個就貼在殼上 就不能換了 所以要專門買一個殼 是專門貼這個 A 好,接著就到這個了 這個有幾個顏色選擇 我選了紫色 你看到這個位置就是可以 貼著這個 你看到它有點黏力 對 它可以貼在手機上 它是模仿相機的把手 握手會比較方便 因為使用手機拍照 它會跌 用這個 就像有東西扣著 就不會跌到手機的地上 它去旅行拍照應該比較方便 即它不會跌 然後它是USB充電 我買這個 它是可以有賣這個充電寶 即這個東西是可以處理的 這個上手也不錯的 不差 好,下一件 下一件看的呢 是什麼呢 其實我也不太記得 因為上個禮拜五 經歷了這個 爆風球 然後今個禮拜五呢 又經歷了這個黑雨 那期間也是 網購 休息一下 播個劇 看看書 看看琴 按一下 按一下 買了一堆東西 當然我 通常都不是一次過按去買的 我通常都是在琴物車裡 都幾個月才一次過買 即每次看少少 即是適合才買 好,這個 剛才不是那個呢 那個呢 因為貼住了 就不可以換機殼 那我特意買多了那個機殼 即是呢 如果我現在貼了那個圈 就不能撕出來 那我如果想換殼 去用的時候呢 即是拍照就換那個殼 不拍照就換另一個殼 我想到的方法就是 因為始終手機殼會舊會爛 不可能會貼太久 那這個我也是買了紫色的殼 那它這個是水波紋 它這個殼的特點呢 就是它這個位置可以當一個支架 這樣用的 我發現 即是現在呢 淘寶買機殼也不會太便宜 這樣吧 那你就可以 即是電話蓋住了 就可以坐在桌子上 開我的電話來示範一下 好,我原本呢 就是用這樣的機殼的了 那它要這樣才可以放在這裡 那摺曲了那個屏幕 就是看不到東西 即是這個位置 就是有一點 那一定要這樣看 那這樣看youtube就很不方便 那我想這樣看 但是這樣會跌 因為你後面沒有東西托著 那接著本這個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可以試一下 吸起來之後就是這樣了 那這條裂痕都很明顯 摺起來之後都沒有什麼 可以摺上了 然後這個就是我無寐以求 可以這樣打開 這樣吧 那就可以托在桌面上 拍照也好 拍Vlog也好 也好 都方便一點 或者看影片也好 可以大一點看 示範一下這條裂痕 那譬如這樣吧 要看這個影片 那我要放在桌子上看 那它就會 即是推完之後 它就會黑缺體控制 所以缺體看 這樣 那這個屏幕就 即是很小 然後如果我想它放大這樣看 就是這樣 那我這樣摺著的時候 就看得不方便 那我想這樣 即是看得舒服點 清晰點 這樣就可以推開這個 這樣的肢間 那我就可以這樣看影片 這樣就 就是 開心點 畫面大一點 好 好 繼續 下一樣 啊 口罩套 因為我發現 我之前沒有用口罩套的 那我就每一次 即是吃東西都會脫洗口罩 那我就會再用一塊紙巾 那我發現呢 很快用這些紙巾 因為夾了口罩的紙巾 我不會用來重用 那我就覺得應該買口罩套 然後可以用酒精或者水洗一洗 那就可以畫補一點 下髮的紙巾 那我就買了這個 它就是這樣對開的 那你就可以穿個口罩這樣對摺 然後還放在桌面 大家去旅行呢 會選擇在酒店裡洗衣 還是會拿到乾衣店 還是會坐上一次 即是回到香港才洗的呢 我也在想這個問題 因為我首次去一個比較長的旅行 因為之前那些都是兩三天 那很快就搞定 那我這次呢 我去很久了 那我就在想 那些衣服要怎樣洗好呢 於是呢 我就紋身了一個臉頭 我應該要買一些 那些衣架帶過去 我就買了這個 那這個呢 一個這樣的衣架 它是可以摺到的 然後呢 它後面的架殼 就說呢 它可以攤開 攤開 還可以有夾的 那我就覺得好像很好 它這個位置 有一點點 我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勾了它好像撕不出來 應該可以的 看我怎麼會撕的 我還沒研究到 真的還沒研究到 進去就很容易 不出呢 我怕弄壞它 我都不是的 它這樣也放到進行李袋子 但是 真的不太方便 拆了兩塊東西出來 我之後再研究一下 然後 最後一個 這個我記得是什麼 這是一雙拖鞋 話說是家裡的拖鞋 都已經爛了 那我就在想買不買 那我就在想 放進去 那就要戴 今天買多一個 那我就買了這個 那其實呢 我本身訂的那間酒店 就是 有這些物品的 然後呢 我去完那間酒店 之後呢 我再轉另一個地方 對 因為我總共會住兩個地方 那另外一個地方呢 就應該是 沒有的 嗯 它是那些 比較硬身的那種 膠拖鞋 對 就不是我 預期的那種 軟底拖� 算了這個 我還是放在家裡穿 哈哈 哈哈 因為它 這種質地 就是 我不懂怎樣 因爲 它不是那種 它好像是 發泡膠 上那種膠 的那種 拖鞋 就是一些 蜜蜂不透氣 那種 就不是那種 軟底透氣的那種 拖鞋 它賣上是不錯的 不過明明評論那些人說它很軟的 很軟的 我不知道可能大家是軟的還是不同 那種 應該是送了這個袋子 我想這個袋應該都可以全補飯 因為它是一個瘦鈕 其實都可以裝東西 用的 好 那不止這裡 那 那大家有沒有試過呢 吃這個火鍋 打火鍋 打火鍋 就是 或者是 吃 麵的時候 通常那些醬 都會彈到整身都是這樣 那我其實不是理想的 兩個 只不過是因為 那個 吃的過程當中 那條麵 會飛一下飛一下 那我就想 那為什麼 不直接 就這樣買一條 就是好像 遺群那樣的東西 當你要吃那些東西的時候 例如 韓國的烤肉的韓燒 香港的打火鍋 或者是 吃那些什麼 中式的那些 拉麵 或者日式的拉麵 那你直接拿這個 這樣 全面 如果你穿白色衣服 或者淺色衣服 那會更加方便 那當然 遺群好像有點誇張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很大 就是 這個位 就是我 吃東西的時候 可以幫你躲著的醬 不過 我都覺得 帶一條遺群 應該都夠用的 雖然我也不知道 我的行程 會不會有包這個韓國 好 接著要說的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今天 逛街的時候看到的一條鏈 我覺得它也挺漂亮 它就有一顆 好像蜜桃一樣的東西 然後有黃色的咖喱藍色 然後就有這個 那麼 好神奇 這個呢 戴上去呢 是真的剛剛好 我不知道它怎麼量的 真的剛剛好 我買其他的那些 都會很鬆 到處掉的 這個真的很棒 這些需要說一說 那我還看到另外一樣東西 那我就 用到這個 這個其實也挺OK的 它呢 是一種 湧面的質地 那就是 珍珠圍圈 那我拼過上去呢 我覺得也不錯 如果我給我拍照 要眼鏡一點 的話 這個也可以 然後我還會選擇 兩對 因為我打算 我的行程是每天都不同意玩的 那我就 應該會去一個星期 那應該都會 五、六對耳環 起碼都 應該就不是用來戴 就是這種 沒有什麼 雖然它擺在頸鏈的方式 真的可以這樣掛 不過我那時候買 是因為下雨 所以拿著把傘 那我又不想 把手拿著它 我就想著有條鏈 可以扣著它 即是本身包姐 是可以這樣 扣著 那我不想拿著這個位置 那我就想著 如果有條鏈 可以扣著它 Let's say 就是這樣 然後再勾著它 那我呢 先試一下 我還沒試過 就是這樣 那我就可以 揹著我的傘 即是拿著 沒有手拿著 我就可以這樣 揹著我的傘 這樣 揹著 這樣一邊走一邊看 一邊有隻手 在挑選東西 然後 要拿傘 就可以這樣拿出來用 我就想著這個方法 好 那這次的分享 就是這些 那我現在開始選擇的 顏色通 就由這個 粉紅粉藍系 變成這個 紫色 橙 橙 紅色 黃色 綠色 這些系列 因為我覺得這些系列 好像 都屬於可愛風 不過就是比較偏 就是 成熟一點 因為始終 粉藍粉紅 這些系列 是很小朋友的 那 我覺得 隨著時間的 就是 留小 人的長大 對 那可愛呢 怎麼說呢 那可愛方面的東西 都可以保持著 因為可愛沒有分年齡 但是 我覺得顏色通常 可以調整一下 就像現在一樣 這套東西 你感覺上 是很滑 很柔和 很舒服的 對 那這次的分享 就到這裡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